拿着搜索票进到民宅 门一开大大小小纸箱 几乎看不到地板 打开来看全是高档名牌包 各种大牌奢侈品八百多个 但与正品相比 皮质还是有差 站在一旁的成型女子 这才坦诚全是假货 查获破百万现金 还有八百一十七件假名牌包 侵权市值高达六千五百万 警方调查涉案的 三十五岁成型女子 平常是家庭主妇 家境富裕 却在一百零八年底开始 以两到三折价格 从海外购买冒牌货 并在虾皮登陆五十个账号 以原价五折便宜卖赚价差 标榜专柜正品 全新正品 欧洲代购 法国代购 全是骗人的 更扯的是 他还像自己的父母 丈夫还有丈夫的亲友 借身份证银行账户 充当人头 警方查出光是从网拍平台 汇入陈姓女子 银行人头账户的款项 就有七千多万 他透过话令为止 洗钱漂白 躲避追气 只是他没有想到的是 卖出这么多包包 还是被顾客察觉不对劲 报警求救 警方寻先一查 追到了在新北市新店 乘租的仓库 立刻戳破 他网拍假货的秘密 经过一年多的清查 取得数十名被害人的指证笔 的执政向法院申请财产扣要 总共扣要不法所得 新白币216万元 并且将相关的人头账户 设为警示账户 陈姓女子时候 被依照诈欺洗钱防治法 违反商标法送办 借给他政界的亲友 纵使不知情 但因为成了人头 通通被列为洗钱共犯 踢队是没中到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 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